Hello,我是女魔头 跑了好几天,终于离开西藏,进入四川了 现在的位置是317出藏的第一个县城 这边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然后叫德格县 哇,一到四川来,这个气温呀,感觉立马要暖和一些了 前几天在走纳曲昌都的时候 每天一到下午6点钟,气温就会降得非常低 然后呢,我带的睡袋是个700克的 在那个温度压根扛不住 所以呢,前几天一直在赶路 因为搭不了帐篷的话,就必须要赶到县城去住宿 前几天跑的也是比较累呀 我建议啊,如果有这段时间想走317的朋友 你们可以绕一下路 走玉树石渠那边有一条路 不要去走317、八清到江达这条路 这条路这段时间有很多路段都在修路 土特别大,就是灰很大,土很大 而且白天的话,就是一些路段修路 白天一堵就是一整天 到下午6点钟它才给放行 刚刚吃完早饭 我发现啊,一进四川这个物价立马就降低了 前几天在317上边就是西藏路段的时候吃饭还挺贵的 就一到德格这边吃饭立马要便宜了三分之一这个样子 今天准备继续出发前往甘孜 这边摩托车是提筒加油还是 油箱就可以加是吧 哇塞 终于告别了提筒加油啊 太不容易了 之前每次加油要提筒 现在是从德格县城出来了大概十公里的样子 有句话说318看风景 317看人文 317这一路有很多的寺庙哈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佛像 其实317的风景还可以 今天稍微有点阴天 川西这边藏族也非常多 但是可以看到他们房屋的区别哈 你看一到这边 甘孜这边的藏族房子是这种变成了这种红色的 而西藏那边的白色居多 这里有一个好大的白塔 有喜欢藏传佛教的 非常适合走317啊 这一路的寺庙真的是非常多 这一路的游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寺庙非常多呀 走着走着就是一个寺庙 又路过一个寺庙 这边的寺庙都修得好好哦 寺庙旁边的房子 是他们寺庙里的人住的吗 看起来也好好哦 最近是丰收的季节了 这个地方马上到甘孜了 看一片片的麦田 金灿灿的 这边这气温感觉还可以 今天虽然一路过来都是阴天和下雨 但是穿着衣服也不冷 我在纠结今天晚上是露营 还是继续住宾馆 700克的睡袋 不知道晚上会不会冷 现在已经是7点钟了 感觉温度还可以 这个地方有公共住宿 你好 我想在这边搭帐篷 在这边搭帐篷 就在这里搭帐篷 我听不懂 听不懂 搭帐篷睡觉 睡觉 睡觉了 睡觉 睡觉这里 搭帐篷 你看你走了 走了 走了 什么 睡觉了 睡觉 我搭帐篷睡觉 搭帐篷 搭帐篷 我带的有帐篷 你看你看这是 我就搭在这里帐篷 摸过油吧 摸过油吧 什么 你们什么的 你们什么的 听不懂 听不懂 我搭帐篷在这睡觉 这走嘛 这走了 就这可以 317路上 插进来了一个村子 哇这边村子感觉好干净啊 你们看一下 今天晚上准备在这边扎营了 这是我走进来的村子 这里有这样一个广场 这些设施还挺丰富的呢 这个地方离公路大概有个两公里 这样的话公路上的车过的声音 不会影响到休息 然后我这会准备在这边找一块空地 搭帐篷 看一下 如果在后面这边的话视野比较好 就这边的空地搭帐篷的话 视野比较好 但是呢缺点就是挡不住风 如果是在这边这一块 搭帐篷的话 就是如果晚上有风的话 不会影响到帐篷 不会吹的哗啦哗啦的 看一下搭在哪里比较合适一点啊 看这边的视野超级棒 这个田里边种的是应该是青棵 这已经是丰收的季节了 好安静呀这边 能听见的声音都是非常原生态的声音 转了一圈 我还是决定把帐篷搭在可以挡住风的地方吧 看这边的帐篷也会去贴牛粪 冬天取暖 让我非常好奇的 他们是怎么把牛粪贴成 就很规则啊 这个就一个圆一个圆 就感觉是制作的一样 把牛粪晒干 你看这边也是贴的牛粪 晒干了之后 冬天就可以拿来烧炉子 看了一圈啊 我准备把帐篷搭在草地上算了 其实搭在草地上 我觉得会比搭在这种水泥地上好一些 这种水泥地面 感觉灰大的很 每次搭完之后 每次搭完之后帐篷底部脏得很 这一块比较好 草地 然后也可以扎地丁 就搭在这里好了 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帐篷搭好了 搭个帐篷还给我搭热了 我把羽绒服脱了 这会儿只穿了一件衣服 也没有觉得冷 这个气温感觉凉嗖嗖的 很舒服啊 这边广场的灯光也亮起来了 看我身后的天空 这会儿天快黑了 但是没有黑透 然后这种蓝色 我觉得很漂亮 前面几天因为 我的睡袋比较薄 然后呢 每天都是住的宾馆 住了得有四五天的宾馆 感觉没有今天搭帐篷开心 感觉身处在这种 宁静的小村庄里面 然后搭个帐篷 这种感觉 非常贴切自然吧 这个是住宾馆 完全没有的感觉 这什么鸡蛋 鸡蛋 鸡蛋 酥的 鸡蛋我开水 开水倒了 开水倒了 这边的藏族阿家 非常友好 刚刚问我喝不喝水油茶 这边又拿了煮鸡蛋给我 我拿一个就可以了 吃起了鸡蛋 这是自己养的鸡吗 我说是自己养鸡吗 鸡蛋 鸡下的 自己养的 你们这里种田吗 种青棵 养牛 你家有牛吗 牛没有了 怎么不养牛呢 青棵有 虽然他们这边的人汉语说的不好 但是真的都非常热情啊 你那里走 我去哪里 涩打 涩打 我既然来了这个村子之后 好几个他们本地的人 看到我 都非常友好 然后就问我 喝不喝酥油茶 这会儿这个阿家煮了鸡蛋 拿给我 我俩在这吃鸡蛋 你们家种了多少青棵 多大青棵 青棵都有 都有 种了多少 多吗 听不懂 他家刚刚说我的鞋子好 我让他试一下 他能不能穿 我的鞋子给他算了 然后我最近骑车一直穿的是这个 东西带的太多了 等来我这两天 我就想把这双鞋给游回去了 可以吗 可以的 你要穿的时候要把这个 这个地方松一松 然后就可以穿进去 因为这双鞋本来我这两天 准备寄回去的 大黄靴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大小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看他的脚也比较小 可以哦 好送给你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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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穿得舒服吗 好看 兄弟们 给你们看一下拿了多少包子过来 拿了这么多包子 本来今天晚上晚饭都不打算吃的 这边的藏族啊家真的是太热情了 又给我拿了这么大一锅包子来 这个包子是牛肉馅的 非常好吃啊 顶呱呱 虽然他们的汉语不好 但是真的非常淳朴啊 非常淳朴我俩沟通都是处于一个比较费劲的状态 就他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 他可能能听懂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 谢谢 哈哈 路的 听不懂 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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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终于可以不用赶路了 明天就可以到色达拿上我的后睡袋了 前几天赶路赶的我视频 都没有拍 接下来可以静下来 慢慢走 然后拍出好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晚安